感應器的連接 我們的感應器 還有我們的板子 都有相同的 設定跟連結 那在Arduino的感應器裡面 多數感應器是使用三根腳 然後在腳位上面他都會註明 比方說 這寫個G vs G就代表GND是D級 V代表輔特 是供電的 S是代表 資料傳輸的 所以這三根我們需要接上 我們的導線 我們的習慣都是把深色的 往G D級去接 如果有黑色就建議用黑色 沒有黑色我們就是深色 我們深色往 G的方向插上去 這樣就接完 那回到我們的Iobo 做法也一樣 我們深色的線就是往 G來去接 比方說這邊有黑色的孔位 這邊有黑色的孔位 這邊是數位角位 這邊是類比角位 那看你需要接哪一個 那以這一個 感應器來說 它是一個按鈕感應器 它是數位的 通與不通而已 所以我們可以接在什麼 數位角位 0到13都可以接 0到13都可以接 那假設我要接在數位角位3 那就在這裡 這一個 數位角位3 就順勢的把它插入 這樣子就已經銜接完成 那不管其他的 感應器 我們做法都一樣 我們再舉一個 感應器為例 這一個 這個 那你很快的也會發現說 它似乘相似 又有什麼 G V S 所以 假設我們要接這個 傾斜感應器 我們做法 還是一樣 只要把深色的線 往 G的方向去接 它通電這個感應器通電就有一顆LED燈會亮 所以 我們可以很容易的去 按照我們的經驗去把它接上去 不至於接錯 按照這個方式接 基本上我們的 模組是很容易去 協助大家 把感應器跟我們的套件接上去 來 我沒有了 我沒有了